白化佛法 深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8年1月4号星期四 农历是11月18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利用十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讲一讲白化佛法 人在这个社会当中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人生的挫折 很多人在挫折面前呢就就是这个心态发生了变化 有些人呢在跟自己的挫折抗争 但是呢心里没有一种理想 没有一种这个我们说的一个这个学佛的那种信念 没有信仰 所以很快的就被自己的那些肮脏的理念呢说打倒 所以学佛人的话呢就是讲的觉悟啊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能够自觉觉悟 你才会断惑正真 断掉迷惑正实真实的世界的存在 事实上实际上我们学佛人 这个菩萨呢 拜菩萨并不是一种好像你是学佛啦身份的象征 而是代表着你已经摆脱了人间的烦恼 你开始了啊用悲智两种品质的啊这个运作的开始 一直啊用智慧来解除烦恼的能力啊 然后你用慈悲悲悯的心 你才了悟生命的真相的这种能力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是发愿会帮助一切众生解除烦恼 实际上这就是悲悯性的开始形成 所以其实佛教啊在这个这个整个世界当中啊 起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它是一种伦理啊道德的一种再现 它这种宗教它是显示人的伦理道德 啊佛教呢 它有意的告诉你人生是苦的 然后再引导你去追求人生的解脱 作为自己的最高的理想目标 啊 那么怎么样能够让你相信啊 能够解脱呢 所以呢佛教呢就有一整套一系列的这种 虚恶从善的这个理论学说和这个 这个伦理道德的这个标准啊 标准我们说什么叫伦理道德啊 这个就是不能对自己的父母亲啊 造成伤害啊 这个在自古以来我们五千年啊 这个这个中华 这个文明古国的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啊 就是让我们 懂得了什么叫伦理 什么叫道德 同样佛学也是 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恶 什么叫善的理论学说 所以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啊 传入中国之后啊 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啊 尤其呢 这个佛教讲众生平等啊 这个这个慢慢的被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啊 这个底蕴啊啊 所接受 对不对 众生都是平等啊 虽然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呢 它也是讲一些不平等 实际上啊 讲到的是平等 是一种平等的心 平等的意念 平等的人生 平等的待遇 大家一起的待遇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对佛法就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 新的概念 怎么样能够啊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智慧 更加的慈悲 也就是变得更加的 在家庭也好 在社会上也好 有一个更慈悲的心 来贴近你的生活 贴近你的生活 所以 人生心态很重要 我们说 现在人生啊 生命存在的很多的缺陷 而且人呢 都知道自己 我就是不好 我就是自私 我就是搞不清楚 就是这种迷惑了 而且 会慢慢的转变成一种烦恼 和痛苦 所以佛陀对生命现实 在末法时期 其实他的评估和结论 就是人生是苦的了 你想想看 你就是快乐 到最后也是痛苦 你拥有了 到最后也会痛苦 所以 佛告诉我们 这个四圣地八正道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爱别离啊 这个圆整会啊 然后呢 这个生老病死啊 等等啊 让我们看清 让我们正视 要找到自己 生存在人间的 真正的价值 所以 因为很多无名的东西 在我们 神边呢 遮蔽了我们的眼睛 以致呢 让我们看不清 我们自己生命的真相 自己每一天 以为自己很幸福 每一天 喝酒了 哎呀 晚上有喝酒了 哎呀 我今天可以去 做一些吃喝嫖度的事情了 觉得自己 可以幸福 实际上 这是苦啊 以苦为乐呀 其实 这种麻醉的 这种暂时的 拥有的苦 他不知道 人生的 最后的真相 他不知道 生从何来 死往何去 他不能知道 自己生命的 健康的发展 他也不知道 当自己拥有的人间 暂时的快乐之后 啊 你会 慢慢的 一患无穷啊 因为大家 几种任何的快乐 都 带有 啊 这个 未来的损失 比方说 喝酒吧 你以后的 这个 肝会坏掉 抽烟吧 肺会不好 啊 这个 那个有时候 讽刺别人 他开心了 最后被人家 哎呀 给人家 啊 被人家 基督 然后被人家 排挤 所以 活着正当的理由 是应该 懂得 寻找一种 生命的 真正价值 啊 这种生命的 真正的价值 在于我们 为什么会 失去 活着的动力 这是很重要的理由 啊 如果 当我们知道 我们是要还债 当我们知道 我们要借价修正 我们的生命的动力 重新开始启动 有的人活着 为了自己的家庭 有的人活着 为了自己的事业 啊 但无论 哪种理由 啊 都是生命 表层的理由 经不起 啊 我们说 学佛人的 那种推敲 因为 你只是为了生命 而活着 为了一顿饭 为了一个孩子 为了一个家庭 啊 而支撑着 啊 这么 啊 表面 好像活着 实际上生命 真正的终极 啊 这个答案 我们一定要找到 啊 这个答案 啊 就是支撑我们继续走下去 走完 走完人生的 真正的意义 所以很多人呢 真的不知道 啊 一看到家庭破裂了 自杀了 孩子 离你而去的 自杀了 或者工作没了 他就 开始啊 就是沉沦了 因为他没有一个真正的能够让自己解脱的方法 所以 学佛人呢 要懂得啊 真正解脱自己 要有 要有佛心 要懂得这个世界的真正的苦空无常 你才会去寻找一种 啊 让你活在人间 支撑着你的一种生命的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你 千寻 万寻的人生的 用现代话讲 叫人生的境界 啊 用佛法界讲 就是我们的 佛心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